第44届金碎奖颁奖典礼周六隆重登场 今年一共是有30部的影片报名 最后由60部片挤进了入围名单 而最受瞩目部分类别的金碎大奖 则是由学生剧情片得奖 这部片以五龙对青少年面对威权突围而出的故事 获得评审团们的一致肯定 而今年的颁奖典礼主持人还找来了演员百白 献出了主持出女兽 再加上陈柏林、桂伦美等人担任颁奖嘉宾 也让颁奖典礼的现场充满亮点 第44届金碎奖颁奖典礼 我是您今天最美丽的主持人 拜拜 首次挑战金碎奖颁奖典礼主持棒 演员百白前练口条要留给影人难忘回忆 训练一下自己的口齿清晰的部分 这阵子在说话的时候 就会希望自己可以讲话讲得慢一点 然后清楚一点 希望自己可以站在一个入围者的角度 然后去期待他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典礼 第44届金碎奖颁奖典礼不止主持人 别出心裁 桂伦美和陈柏林以及王敬和曾敬华 这两组超级幕CP担任颁奖嘉宾 金碎奖最佳演员得奖的是 郑亦轩 不忘鼓励电影新秀们勇于创作 因为今年一共有301部影片报名 最后有60部影片入围 最受关注的金碎大奖 今年学生剧情片大放异彩 他的节奏 他的里面的表演 然后他最后所传达出来的一个精神 给我们的一个感动 我们都觉得是一部 我们现在很需要的一部影片 期盼透过金碎奖鼓励更多短片新锐 让台湾电影界在天神力军记者纵道 我们下期见